在說明欄裡面 把各項可能產生的 地震所造成的傷害 全部把它放在那裡面 我覺得可能會更周延 我不知道各位委員的意見怎麼樣 包括海嘯啦包括土壤液化啦等等 我們都把它寫在裡面 那我們請那個內政部或者法治局 來你那個文字 你好了以後我們大家看過了以後 我們就 照那個文字來通過這樣好不好 大家有意見嗎 好不好 法治局雖然還沒到但是那個像法務部啊還有什麼其他 司法院搞不好都有人來嗎 法務部應該有人來啊 第一個也可以說明一下第二個其實也可以保留到最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那我們請那個蔡檢察官 法務部的法治司的蔡檢察官說明一下好嗎 這個之前我們在行政院討論過的時候其實立法 那個內政部 其實因為這個部分其實有說明那 那是這邊這邊 法務部代表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那時候我們蠻贊同就是內政部的意見 就是說其實他這個部分震災的部分其實已經就是包含了那 其實針對的只是說要怎麼去說明的一個部分而已 對所以那時候就 對所以那時候就 然後你能不能把這個說明欄裡面的一些文字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們抵一下我們在說明欄裡面把它說清楚 好不好 對可是這可能要內政部來提供一下專業的那個意見 對 好那那我想那個法務部已經做這樣說明 那我們第一幕就維持這個修正東西這樣子 然後說明欄請內政部去擬文字 好不好 好那包括什麼 蛤 你現在是在說陳寗威的嗎 對就是因為包括海嘯包括土壤疫化等等 就一併在這個說明欄裡面處理好不好 那那現在我們就 第一幕原則就這樣通過 那第二幕 第二幕我們有一個修正東西有一個這個 時代力量 跟 第二 現在是第二款 第二款有一個修正東西大家有看到了沒有 有齁 那請問大家對這個修正東西有沒有意見 第二幕是不是 欸第二幕 第二幕 第二條第二幕喔 第二條的 第二條的第二幕 那那個黃昭順 委員的修正動議這個呢這個討論了嗎 對現在在念現在現在在討論這裡 那個是不是請說明一下這個 好那我們那個消防署業績堂再說明一下 就有關那個 第二幕喔 我們針對生物病原災害 動物疫災 輻射災害 及工業管線災害 它的理由 第一個有關生物病原災害的部分喔 就是最近 我們的這種類似這種流感喔 它威脅民眾的健康及安全 對社會及經濟 亦可能造成衝擊 未立全面 且即時防治 經中央災害環境委員會 在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六號指定 生物病原災害為本法 鎖定其他災害 沿江其列為本法鎖定的災害 範圍以應時需 第二個有關動物物疫災 就是像口蹄疫 禽流感 等發生時 危害 人民生命財產外 也嚴重 更會對 我國經濟造成重大損失 在處理上 熟悉各級政府 機動 且 機動因例外 更需相關部會 協同主力 金中央災害環境委員會 以 104年5月12號指定為 動物物疫災為本法鎖定其他災害 沿江其列為本法鎖定的災害範圍 第三個 目前我國 有三座核能電廠運轉中 目前使用 放射性物質 之機關構 約有900余家 應用化能廣大 包括 醫學 農業工業 研究等 等發生事故 將造成 輻射外洩 影響 國人安全 建立100年 3月11號 日本 東北地震 強震引花海嘯 所致之重大傷亡及損失 為健全輻射災害環救體系 強化災害之 整備 護岩 跟重建 所以我們 在 92年5月26號指定輻射災害為 本法鎖定其他的這種災害 好 再考量 那個103年7月31號 高雄氣暴造成嚴重情形 所以我們就加了工業 管線災害 為法定的這種 犯人 那再過來 以上 以上就到這裡為止 以上報告 那個各位委員 那個陳廷委員你先坐一下 我先把第二幕處理一下 那個第二幕的部分 其實 我們本來很想請 那個衛福部 像最近的流感登革熱 這些 在這樣的條例裡面這樣算不算 那個衛福部 衛福部有來嗎 來 那個是檢任視察嗎 是檢任視察嗎 記證 醫事師的記證劉記證 不是不是 我是代表疾病管制署 邱天芳我是檢任記證 是檢任視察 記憲管署 對對對 好 邱小姐來 邱紀證來 是 目前呢 因為我們 也有傳染病防治法可以適用 所以 就算廣義的我們納入這個 生物病原災害的話 我們還是從 傳方法優先適用 傳染病防治法 那可是你們這次在登革熱跟那個 這次的流感死亡 你們都沒處理啊 不是沒有處理 不好意思 我想 我們 就我們自己的權責範圍 還是 會有其他法律可以適用 不會 直接 轉到這個 災防法 那災防法這裡所講的生物病原災害 在我們的概念裡面是比較 複合式的 會衝擊到國安 社會經濟的 也許 比較像的 可能像薩斯比較像 那目前這樣的狀況 還在我們自己 衛福部的 處理範圍 那你們傳染病防治法 在這一次的那個 登革熱跟 流感你們怎麼補償 我們並沒有補償 我覺得這有問題啊 不好意思 對這個有問題 因為 有很多我也都提出來 因為的確對 很多的家庭造成 一定程度的衝突 這將來如果認定之後 擴大適用 那補償的規定 我們還要跟其他部會再討論 原則上 一般就視為生病死亡 是沒有補償的 好 主席 好 來請 主席齁 那個 我看把這樣 因為我看這邊的包括剛剛 提到 路上交通事物這個會列為那個 那我覺得像 登革熱在中南部其實很嚴重啦 去年破了4萬例 今年有學者預估會到8萬例 我覺得這個 預防是一件重要的事啦 災害防救法 預防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我覺得這一塊列上來會有很強的 給 衛福部 給各部會有一個警惕效果 同時我也建議把 細懸浮為例的物質災害也把它放進來喔 PM2.5現在也越來越嚴重 預防這個工作也要給 相關的中央部會也更大的壓力去 做一個預防啦齁 我是建議這兩個期都可以放進來齁 呃 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一件 等一下 我把 我宣論一下一起回覆啦齁 呃 大家都講好聽話啦齁 但是我看到這些東西下來的話 其實什麼病都是 災害的 我們不一定會 部長你要拿出你的看法 生物如果生物病原災害是什麼 動族物疫的疫災叫什麼 這個要定義很清楚啊 不然你賠不勝賠啦 我來講一下 我來講一下